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漂亮国有多么的无耻 竟然会给全红蝉打一分的成绩 注意看 当漂亮国选手看到比分出来的那一刻 脸上的笑容再也掩带不住了 因为在他们看来 他们针对中国队的战术成功了 中国队只要按照他们构想的剧情走下去 那么冠军一定会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但是殊不知 正是他们这样的行为 激怒了中国队的陈玉希和全红蝉 因为接下来这两位选手将会给他们一击中创 这场比赛开赛以前 漂亮国选手就大放厥词 要快速拿下中国队 并且胸有成竹地表示 已经将中国队的陈玉希和全红蝉 研究了个体朝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中国队将会如何应对 今天的漂亮国选手非常的自信 直接就选择第一个上场 作为传统的顶尖强队 漂亮国选手今天在第一轮选择的是 5253B高难度动物 非常漂亮 漂亮国选手今天非常的强势 不选择在最后一轮拿出高难度动作 直接在第一轮拿出来 这是想要将中国队扼杀在摇篮里面 很明显 这种唬人的战术是压制不了陈玉希的 作为常年征战国际赛事的陈玉希 面对来势汹汹的漂亮国选手 陈玉希直接就拿出了107B的难度动作应对 非常漂亮 无愧是陈玉希 这个动作展现的效果非常漂亮 不仅仅是超高熟练度的展现 还是对自身优势的最大表现 看来今天的陈玉希是一点情面都不给漂亮国留啊 别说是陈玉希了 就连全红禅都看不下去 面对漂亮国选手 全红禅一贯的选择是从不留守 一出手便是雷霆万军 全红禅在第一轮同样是选择107B 全红禅的实力真的非常强啊 这一轮的发挥更是直接给了漂亮国选手一个目瞪口袋 本来还以为陈玉希已经是最强了 没有想到中国队的全红禅更强 但是接下来让中国队非常愤怒的是 看到全红禅如此惊艳的表现 竟然会闭着眼睛打分 直接给了全红禅一分的成绩 这是不想要让中国队夺冠 面对如此不公的待遇 陈玉希和全红禅终于是忍不下去了 直接就当机立断 决定火力全开 用自己的实力为自己发声 于是还不等漂亮国选手反应过来 直接就站在十米跳台 开始了属于中国队的反击 出发了属于中国队的反应 实在是太精彩了 陈玉希和全红禅两个人的表现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这几轮的进攻下面 跳亮国选手和他们的教练团队 也是一脸的沉默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应对中国队 现在这个情况 跳亮国选手已经没有办法应对了 甚至说连挣扎都不能够挣扎 陈玉希知道 跳亮国选手已经不可能威胁到中国队了 在现在能威胁到他的人只剩下全红禅了 此时的陈玉希知道 一定不能给全红禅机会 能够让陈玉希如此忌惮 背后的原因还是 全红禅的实力非常不忌 陈玉希不敢多想 直接就选择快刀斩乱麻 站在十米跳台 对全红禅宣战 在这最后的一轮比赛 陈玉希选择的是5253B的终极动作 陈玉希的实力还是太强了 这种紧张的局势下面 还能够保持这么强势的体育状态 整个动作一气合成 水花效果更是展现得非常的好 看来全红禅是凶多吉少了呀 全红禅知道自己已经基本上没有获胜的机会了 但是全红禅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那就是决定选择了5253B决定 和陈玉希硬碰到底 非常漂亮 全红禅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强了 各种能力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很遗憾全红禅还是改变不了战局 总分还是比陈玉希要少上许多 比赛结束 笑到最后的选手依然是陈玉希 全红禅只能够遗憾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有观众在赛后发声 如果全红禅没有被判一分的成绩 那么有没有可能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呢 天才少女全红禅 中国跳水队的瑰宝 近年来英希卓越的表现和励志的故事 而声名确起 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因此 她所参加的比赛总能吸引无数人关注的目光 令人遗憾的是 全红禅的国际好友 英国白富美斯潘多利尼缺席本场比赛 但放眼国际跳水界 能在双人女死十米台项目上 与中国选手抗衡的 已经有英国白富美斯潘多利尼组合 他们的缺席确实使比赛少了一些看点 让我们走进这场比赛 一起欣赏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 首先出场的是乌克兰组合败瑞和利斯坤 红不幸还不错 这一跳拿下48分 下面来看一看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第一跳 两个人的个人动作都没有问题 全红禅弹跳太高了 两人落水有一些不同步 这一跳拿下54.6分 来看一下第二跳 乌格兰组合 红不幸和水花都不太好 拿下46.8分 全红禅和陈玉希出场了 第二跳 非常棒相当恐怖 入水效果也比较漂亮 两轮比赛结束 中国队111分排名第一 乌克兰选手第三跳 完成的动作相对比较简单 向内翻腾两周半 难度架势只有2.8 这一跳仅获得了63.84分 接下来第三跳 全红禅和陈玉希 要做的是107动作 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非常棒 两人嵌入嘉兴 配合越来越好 尤其是两人水花压得很小 很漂亮 坠跳拿下80.10分 三跳结束 两个小将以191.10分 仍然排名第一 第四跳 乌克兰选手 五组转体动作 两人动作非常漂亮 同步性不是很好 水花也压得不好 两位选手同时取起了手 看看是什么情况 他们在下后台的裁判示意 可能两个动作太过炫目 现场观众的尖叫声 对他们的比赛略有影响 如果后台裁判认定这一说法 可能会要重新跳 果然经过裁判的一致判定 两人又回到跳台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连续跳两个动作 对运动员来说是个考验 还不错 比刚才那一跳好多了 红步性和入水效果都可以 坠跳拿下70.08分 下面是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第四跳 407C报夕项念翻腾三周板 太漂亮 两人今天很兴奋 坠跳七起满分 拿下88.32分 四跳结束 全红禅和陈玉希 也279.42番遥遥领先其他选手 乌克兰选手排名第二 最后一跳 乌克兰选手100C动作 向前翻腾三周半爆锡 这一跳花归正常 获得了65.70分 接下来为全红禅和陈玉希最后一跳 非常棒 无可挑剔 今天他们两到五跳都发挥得很漂亮 最终中国队以巨大的优势保持领先 以耸成绩364.86分获得金牌 领先第二名加拿大选手68分断层式夺冠 乌克兰选手获得第三名 这次比赛的胜利 全红禅陈玉希 这两位天才少女 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是对中国跳水队整体实力的展示 中国跳水队一直以来 都是世界跳水技的强队 而这背后离不开每一位队员的新型付出 和团队的默契配合 注意看 当全红禅一套完美的动作 207C入水 再一次上演水花消失术 征服了现场主持人和裁判 来看看外国解说员的反应 这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更让裁判直接打出六个满分 现场所有观众和选手都被这一跳折服 再看看全红禅的407C 同样收获满分 就连外国解说都大呼漂亮 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的眼了 值得一提的是 全红禅自从东京一战成名后 已经连续三次国际大赛中败给陈玉希 全红禅急需一场比赛的胜利为自己证明 本场比赛全红禅犹如神仙附体 407C和207C军获得满分 今天的表现正是向世界宣告那个 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的 黄毛丫头又回来了 同时也证明了在美女陈若琳的引领下 逐渐走向成熟 由于两人的实力过于强大 其他外国选手纷纷选择了躺平 这里只关注两人的精彩比赛 废话不多说 决赛第一轮 作为州领队关门弟子 陈玉希理所当然的首先出场 第一跳她选择难度系数3.0的107D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无愧为州主任的爱家 这一跳发挥稳定 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 陈玉希轻松收获73.50分 一向是决赛表现比预赛好的陈玉希 这一跳却比预赛少了足足6分 紧接着全红禅出场 红样选择107B圈红禅第一跳就惊艳无比 曼妙深姿配合水花消失数 赢得裁判84.00分 真不明白国际裁判咋打的分 红样的107B他们竟然搞起了区别对待 难道国际裁判打分只看水花 不看憋妈妈 来到第二轮 陈玉希选择难度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报信 这一跳陈玉希发挥完美 比赛朝着神仙打架的场面而来 拿到了91.20的高分 随后上场的全红禅同样是407C 你看她空中姿态多优美 入水比之她还并着腿 朋友们您说是分腿好看还是并腿好看 其实想拿裁判满分对全红禅来说并不难 果然这一跳征服了现场所有人 6个裁判打的满分 一个裁判表示不服仍然打了9.5分 这一跳也获得了96分的满分成绩 很快第三门开始 陈玉希拿出她压箱底招式626C 看来陈玉希这次世界杯有点不在状态 延续预赛的实务 好在这一跳也拿到了82.50的成绩 这一轮全红禅选择的是 臂力动作6243D 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难度系数比陈玉希低了0.1 全红禅凭借完美的空中姿态和入水技巧 一次又一次征服了裁判和观众 每一跳都堪称艺术 这一跳又拿到了88.00分 关键的第四跳即将来到 这一跳陈玉希选择了207C 众所周知 这个难度3.3的动作 费很多选手视为梦魇 但陈玉希发挥向来稳定 接下来看她这次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完美 太完美了 国外解说员连连称赞 裁判也给出95.70的高分 当然这也给全红禅带来了巨大压力 毕竟在这个动作上总是偶尔困扰全红禅 来看看她能否涅槃重生 再现经典 让我们期待结局 有劲 太有劲了 完美的空中姿势 优雅的入水 这一跳全红禅完美演绎 99分的满分成绩 无惧任何挑战 看来她已经熟练掌握这套动作的精髓 并克服这个难度系数 带来的心理压力 第四轮结束 全红禅遥遥领先陈玉璽24本之多 比赛还剩下最后一跳 陈玉璽要想赢得这场比赛 估计只能祈祷全红禅的失误了 这一跳陈玉璽选择难度3.2的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 一周半躯体 第四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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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璽的状态被完全激发出来 陈玉璽这一跳拿到了满分96分 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接下来全红禅只要正常发挥冠军归属 就毫无悬灭 可是依然让全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她登台起跳有力 空中翻转轻盈入水 堪称完美 裁判也给了她91.20的高分 比赛全部结束 最终全红禅以458.20分获得冠军 陈玉璽则以438.90稳稳夺的亚军 在小编看来 这场比赛全红禅以显著的优势获胜 但这并不能削弱陈玉璽的优秀 有人说全红禅国际第一 国内第二说法 纯属无稽之谈 两人都是目前国内跳水界的虫儿 实力相当 不管谁获得冠军 都是咱中国人的骄傲 注意看 当全红禅陈玉璽超高分数完成最后一跳 现场观众都沸腾了 其他选手更是纷纷表示 我们是来夺银牌的 这场比赛虽然远及了世界 所以顶尖选手 但全红禅陈玉璽两人发挥的却非常好 直接甩开第二名60多分 以断层式的成绩轻松夺冠 让外国教练都无可奈何击 只能劝说对人放弃真观念 首先上场的是全红禅和陈玉璽 他们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2.0的201比 向后翻腾半周躯体 非常漂亮 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从起跳到入水两人动作完全一致 没有任何瑕疵 这一跳有五个裁判给出了满分 最终拿到了58.2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 他们选择的动作同样是201比 同步性还算可以 但是入水是两人水花处理的都不是太好 裁判最终给出了47.4分 最后出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 他们选择的动作也是201比 比德国队稍微强一点 同样是水花处理的不够漂亮 这一跳他们拿到了48.6分 第一轮结束 全红禅陈玉璽稳具榜首 接下来是第二条 全红禅陈玉璽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2.0的301比 反身翻腾半周躯体 依然没有任何毛病 如果从侧面看 完全看不出是两个人 起跳干脆利润 入水就下两根针插入水中 没有见其丝毫水花 裁判再次毫不吝啬地给出了57的分数 随后出场的是德国队 他们选择的动作也是301比 还算不错 以第一跳好了很多 特别是对水花的处理 裁判最终给出了49.2的分数 最后上场的英国队 选择的动作依然是301比 这一跳依然没有太大的进步 动作完成度和同步性 还是有不少的问题 最终裁判之给出了46.2分 两门结束 全红禅陈玉璽依然稳居榜首 第三跳他们选择的动作是 南部系数3.0的107比 向前翻腾三桌板躯体 这一跳难度虽然提升 但动作却依然完成得非常漂亮 无论是技术性还是同步性 都无懈可击 裁判再次给出了81的高分 德国选手这次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桌板暴戏 还算不错 整套动作虽然还有很大的瑕疵 但这样的难度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 裁判最终给出了68.16分 英国选手选择的动作和全红禅陈玉璽一样 也是难度系数3.0的107比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其实整套动作完成的也很不错 但是和全红禅陈玉璽相比 还是差了一比 这一跳拿到了70.2分 三轮过后 全红禅陈玉璽已经甩开第二名30多分 接下来是第四条 这一跳全红禅陈玉璽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3.2的407C 真是不服不行 两位小姑娘真是欲展欲偶 这一跳简直不要太完 整套动作完美无缺 完全找不到可以扣分的地方 裁判不得不再次给出91.2的高分 德国对这一跳选择的难度系数3.0的107B 这一跳不是太厚 同步行还说得过去 但是入水是由于身体不够垂直 水滑处理得太差 最终裁判支队到了63.9分 下面上场的是英国选手 他们这一跳选择的动作是407C 非常不错 整套动作虽然没有太过惊艳的地方 但整体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毛病 裁判最终给出了72的分数 四轮结束 全红缠陈玉希毫无疑问的还是第一名 接下来是最后一跳 全红缠陈玉希选择的动作是 难度系数3.2的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太完美了 两人的动作如出一辙 简直就像复制粘贴式 孔中姿态柔美优雅 入水身体垂直没有激起丝毫水花 整套动作完全找不到任何问题 裁判毫无悬念地给出了91.2的高分 德国选手最后一跳选择的动作 同样是5253B 看看他们最后一跳怎么样 起跳动作不是太同步 入水也不够玩 水花没能够压住 这一跳拿到了73.92分 英国对最后一跳的动作 也是5253B 他们这一跳完成的也很不错 动作同步性比较一致 起跳和入水处理的也没有太大问题 裁判最终给出了79.6的分数 比赛结束 全红禅陈玉希最终以378.6的成绩 博得了冠军 整等领先了第二名60多分 让一众参赛选手 丝毫没有了真冠年 感谢观看